你好,謝謝理事長 這一幅作品是我今年的最新的作品 我取名叫做《冰分的少船頭》 我們可以從這個畫面裡面 感受到畫中的這些顏色非常的繽紛 我是要描寫我們少船頭 我目前在高雄一個非常熱鬧 非常進步的一個港督 目前這個盛況 所以我用不同的顏色 五彩繽紛的顏色 可以說是我自己的感覺去畫 跟原來的那個實際的那個顏色 完全是不一樣 所以是我畫出我對目前 我對這個港口 對這個少船頭這邊的一個感覺 你當時為什麼想要用這個橘色系來表現這個畫 這個是有什麼特別的韓力 因為這個橘色系看起來是蠻有喜悅的感覺 讓我們感受到這個 我們這個城市非常有活力 有一種感覺上非常有希望 越來越發展 越來越有活力的那種色彩 好 像這個上面這個是一個什麼特別的韓力 這個是因為我畫面的需要 畫面的需求 如果現場當然不是這樣子 這個是因為要把山推遠一點 我鑄在一個 用這個技巧把這個 把它變成有一個遠的距離就對了 對 塑造一個空間的感覺 然後用一些比較粗獷的一些筆法 比較 比較傻多的筆法 呈現整個畫面 讓它呈現有一種距離 有種空間 而且 而且 它上面的藍色跟底下的藍色 有對應的 對 非常對應 而且 左邊也有 上腳也有 右下腳 左下腳都有 讓你的畫面呈現一種融合的顏色 當然顏色都是成對比色 對阿 你看你山也是有紅色的 對 像這種筆法是比較 用比較果斷的那個筆法來呈現 對 這個比較少人會的話 這個的話 有點太像的感覺 對 有點平面 但是看起來還是蠻立體的 所以 用色也比較 果斷一點 那筆 筆觸也比較果斷 對啊 所以看起來整張畫面 就是比較有力道的感覺 所以看起來整張畫面 所以這張畫面比較特殊 是 謝謝 謝謝 那你這樣這一幅畫 是多久前創作的 這今年 今年才創作的 對 今年的作品 對 因為今年我在 我今年的十一月份 我就是在十月底 十一月份 十一月初 有在製造館 十四年一早 所以我有畫一系列的高雄港 高雄的系列的作品 這是其中的一張 因為要參加我們年展 所以選擇一張五十號的代表作品 現在高雄 有沒有預計要畫哪邊 就透露一下 嗯 還有 就是目前還在籌目當中 你在籌目當中 對 很期待 謝謝 明年就可以看到對不對 或許應該會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